全台的鸡蛋荒农政单位该怎么解决 农委会主委陈姬仲今天就表示 鸡蛋需求一天有100到150万的缺口 而经过调度希望3月底之后 可以来稳定鸡蛋的供应 不过就花莲市民而言就不这么认为了 因为现在杂货店鸡蛋铺货完了之后 在30分钟之内就全部卖光光 一斤蛋的价格也涨到了45块钱 根据花莲县政府农业出资料显示 花莲一天产蛋量为4万颗 而合法设立的养鸡场总共有30场 生蛋的量一天4万多颗 也满足不了花莲民众在蛋的需求量 所以都必须仰赖西部大盘上的平式蛋 蛋平式蛋的部分 我们有部分会从西部那边进来 那西部因为他们蛋的需求变多了 所以大盘在出蛋的部分 我们这边有受到部分的影响 市场上还是可以买到蛋 不会到完全没有蛋的部分 只是说在平式蛋的部分 可能会数量上大家会觉得比较那么不足 但是放木蛋的部分 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可以买得到 花莲市农会也说 目前的配蛋量的确比较少 1月中蛋10颗一盒 价钱在50元新台币 而目前蛋一盒10颗 价格是558元 互联市农会的蛋剩的也不多 从1月中旬开始就一直缺蛋 到现在 年前这一段真的是大家都在等着蛋啊 在抢蛋 蛋商进来 像这个蛋 蛋商进来大概有一天没一天的 那只有到这两天是有好一点 因为蛋商说我也没蛋了 大家就均分一下 一天就几十盒几十盒给你们这样子 每天每天只能够配两箱 那两箱到这边来之后 大概多久就可以卖完 半小时 半小时啊 大家就知道这个时间 因为我没有限量 看到人就知道 这个是在过年以前就发生这样的现象 还是现在过年之后才发生这样 过年前 对花莲的平式蛋 徐仍然是无法自给自足 大部分都必须仰赖西部的南部的大盘商供给 而东部放山土鸡蛋 由于成本价格高 并且长年提供给北部地区 在缺蛋的情况下 显而易见的花莲在平式蛋龙式养殖上的需求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